火鍋店 不得了啦 接下來這一家火鍋店 聽說老闆是從這個 之前住在美國 所以說他把一些那個 入門就有美國的油鍋 還有這個油畫們 也非常精緻 對 而且老闆的很多朋友是 藝術家 本身他也是藝術家 收藏很多他朋友的畫作 你看這個 旁邊這個就是 約約出最後的晚餐 但是他是以12生肖來做 所以他是做得很有Piccasso的感覺 你有沒有看到 很色彩 你剛剛不曉得我看不出來 是最後的晚餐 看不出來對不對 這本身要有藝術修養的人 才看得出來 所以說你慢慢的跟我學 久了你就有藝術的涵養 我剛剛其實有看出來 比較晚一點 比較晚一點對不對 沒關係 而且他這裡的鐘 後面還有這個 你看到沒有 那種大水的那個 吃起來感覺到 好像是海底吃飯的 很有氣氛 很有氣氛 而且很有藝術的氣息 不過聽說他這裡的鍋很特別 他是有一個 蘋果牛奶鍋 蘋果牛奶鍋 這厲害了吧 沒有聽過耶 一般我們叫是草莓牛奶 我不知道 沒聽過 蘋果牛奶吧 草莓牛奶 是日本人吃在吃的比較多 對 草莓牛奶鍋嗎 你問攝影師 他應該有吃過 還有牛奶鍋 但是這個厲害 更厲害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有那個 帝王蟹 帝王蟹 這是他們的招牌 如果你要在家這個 好吃的這個鍋 那個攤店 可以 能夠吃到帝王蟹 這是很難問的 通常帝王蟹都要分開另外去吃 不會電火鍋店吃到耶 聽說他的帝王蟹 都是最新鮮 不是冷凍的 我們趕快去品嚐一下 超時機帝王蟹 過來了 這一集《時代購麻吉》 再度帶大家到台中 這個美食大本營 這類食材不只頂級 分量又超大 這回不囉嗦 我們要進攻帝王蟹啦 好的這個帝王蟹 終於出現了 我主持在這節目 就是想要吃帝王蟹 吃到飛海盜 就吃得到 你看還有壓力 他這個牌箱真的超驚人 而且你看 他這個蟹腳 你看看各位觀眾 你看看這個蟹腳 超大隻你看看 哇塞 乾貝 哇 曼坡魚 生蠔 蠔Q 蠔魚 我跟你講這是最頂級 最高級的享受 最奇的啦 不得了啦 那我們要介紹這兩個湯頭之前 先介紹一下我們的老闆娘 老闆娘 我們的Christina 老闆娘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她是從這個美國回來的 聽說你們的湯頭非常厲害 是的 那基本上呢 我們的湯頭是 完全沒有味精 然後湯頭一加是海海 所以我們的湯呢 會把食物的新鮮度 還有它的甜味都會帶出來 然後你們會發現我們的湯呢 越煮它是很有層次感的 越煮越好喝就對了 越好喝 對 那這邊那一鍋呢 是我們的蘋果牛奶鍋 是我們的招牌鍋 然後呢 是用新鮮的蘋果 搭配牛奶就做的 那這邊你可以先試一下 把蘋果丟下去煮 那煮了 燒煮了一下 直接丟下去嗎 是 那你可以先試割一下我們的湯頭 那目前 剛喝的時候呢 它可能就是 奶香會比較重 但是再燒煮了一會兒呢 它會有更特別的風味 我這樣就聞到很濃的奶香了 妳喝看看 我喝看 喝起來沒有奶味的那個黏膩 很清爽 很清爽 而且真的有一點點蘋果的味道 而且這是女孩子會喜歡的口味 對不對 而且養顏美容 龍蝦頭高湯鍋 它是用龍蝦頭去熬的高湯 然後呢 它煮久了以後會有很濃的海味 喜歡吃海鮮的客人 超愛海鮮的 超愛海鮮的 妳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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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完全是龍蝦頭的這個湯汁 濃濃的海味 這個不用加任何的調味料 這個已經很好喝了 很好喝了 而且 反正你們沒有味精 然後都是天然的東西 這個時候天然 它天然是蝦頭的甜味 是 是 接下來各位觀眾注意了 我們龍蝦球的帝王蟹 Kristina要幫我來處理它一下 來Kristina 來 帝王蟹 好 妳看看 這個帝王蟹是一整隻的 而且是重達1.5公斤 好 這樣下去 這為了方便客人使用呢 我們會先剪一下 先剪一下 先剪一下 多剪幾次不要再剪 對不對 哇賽 這大概要汆燙多久時間 就可以吃了這個店 其實大概 一兩分鐘就可以 各位觀眾 中頭戲 中頭戲 中頭戲來了 應該熟了吧 Kristina 哇 這袋要在中間把它剪開對不對 已經剪開了 已經剪開了 我先把它拿上來 因為我怕熱 我怕 這樣直接吃是沒有辦法的 各位觀眾 好燙 妳看看 整隻 妳要一口吃嗎 我吃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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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哇 好生恥喔 妳好生恥喔 哇 妳好生恥喔 變魚頭勞變魚 過山 太好吃了 妳怕 我跟你講 它這個真的很低善 是 它就是肉是很紮實的 如果你是冷脫槽 它肉是鬆散 它是可以拉出一整條的 所以老闆真的對她這個食材 是很講究的 老闆 最在那邊開玩笑的 好甜喔 而且現在的女生怕吃 吃的會有味道會怕 這些吃的都不會怕 海鮮不會 這些又是很健康的一些東西 所以有顧慮到觀眾的口感 跟現在的女生的身材的味道 大家怕胖的這個 會造成負擔的這個感覺 我想不管是海陸料理都很精準 而且這個湯頭是很講究 所以說真的是很感動 那不好意思 你可以先休息一下 我想出去吃我們的 蝴蟹可以嗎 你會吃嗎 我怕你跟我搶兩隻嘴 不愧是客家一哥 這個帝王蟹真的超鮮甜的 快點多煮一點吧 這個火鍋店所有的食材和湯頭 強調用天然食材和豪華海鮮來烹調 不吃海鮮的客人 也可以點他的牛肉鍋 牛肉油花分布入口即化 讓主持人再不絕口 難怪店裡一定要先預約才有座位 不愧是大台中的豪氣美食 R llev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